哈喽大家好 在泰国有一道美食很出名的 叫做Gang Sombra 酸辣鱼汤 今天我就来分享这个食谱 首先 准备鱼 谁可以选一条鱼也可以的 或者像我这种选择 一片一片的鱼肉 方便多 因为我人很怕吃的 所以说我选鱼片就安全了 这个就是酸辣 这样来的它的 成缝材料呢就是有这些 或者我会连一个 连接过去看我怎样做 然后准备 10克的玉笋 玉笋看个人喜欢要多要少 因为我很喜欢玉笋 所以说今天的玉笋会比较多 将它斜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OK大概这样厚就可以了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开始咯 准备一到两汤匙的酸辣酱 方便多了 做好放入冰厨就可以用咯 500ml的水 搅拌一下它 过后呢开大火煮到水滚 水滚后呢才放入我们的玉笋下去 过后搅拌一下 将我们这个玉笋呢煮一下下 煮大概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煮到我们的玉笋出那个真正的味道 因为有些玉笋是带酸 有些是带咸的 过后呢煮了15分钟 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 有什么味道 如果味道太咸呢 我们就少一点鱼露 现在放入两汤匙的鱼露 一汤匙的椰糖 没有椰糖呢可以用白糖也可以的 没问题 放入一汤匙的螺旺纸酱 Assam Jawa 这些口味呢是看个人喜欢 有些人喜欢比较带甜的呢 可以加一点糖 或者带酸的呢 加多一点这个螺旺纸酱 先搅拌给它融化掉所有的材料 过后呢试一试它的味道 如果喜欢了这个味道呢 才准备将我们的鱼肉放下去 好现在煮一煮鱼肉 鱼肉倒下去后呢 轻轻的压扁下去这样就可以了 给我们的鱼肉完完全全的被水盖过 尽量不要去搅拌它 因为鱼肉今天用的是鱼片来的 很容易碎的 好煮到我们的鱼肉熟为止就可以咯 OK煮了鱼肉熟了 我们就可以上桌了 这道菜呢 记得要准备多一点饭 保证你会加饭的 酸酸甜甜带点少少的咸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それで colocar咸